川普胜选后投资人普遍对减税和放松监管 时乐观态度带动美国股市成长 AI晶片公司回答周四上涨2.25% 收148.88美元市值来到3.65兆美元 约薪台币116.3兆元 超越苹果微软市值改写华尔街新高 市调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公布2024年 全球第三季智慧型手机Top10畅销排行榜 苹果霸榜前三名 iPhone16系列由于贩售时间上短 未能进入榜单 Android阵营包揽了六个席次 其中五款为三星手机 日产汽车公司Nissan上季获利仅320亿日元 较去年同期暴跌84.6% 日产宣布将2024会计年度利润预期下调70% 并计划裁员9000人以血减20%的产能 英国央行如预期启动 今年来第二次降息 但担忧政府在新发布的财政预算中扩大支出 可能助长通膨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曾通膨 flashed 计划裁员9000亿日元